可以可以 以后可能就不会有这么热情的观众了 大家好 我是志胜 很开心来到咱们这个抖音团乐早年夜 来之前抖音还吐槽我 说志胜啊 你这时间都花在综艺和活动上了 我真的有点生气 我说我这一年花在抖音上的时间 可比我参见综艺的时间多太多了呀 真的我就感觉留给我综艺的时间都不多了 今天终于找到了这个 在抖音和综艺之间找到了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就是来参加抖音举办的综艺 真的 去年有点铭记了嘛 回家在高点上还被一个女观众认出来了 她真的很激动 跟她朋友介绍说这是徐志胜 你不认识呀 真的 关键她朋友说 不认识呀 而且她还没玩 她还在那说 这可是大明星 今年都给我买一半高铁啊 真的 当时她说完大明星三个字 我当时就想从高铁上跳下去 但她的朋友明显也被大明星三个字给吓着了 就开始打量我 你知道这个时候最尴尬 因为你也知道我这个气质呀 就是不能细打量 她就属于越打量 你就越难相信这个人和大明星有什么关系 最后逼得没办法的朋友说 这应该是个喜剧大明星嘛 但是回到村里啊 还是有很多人认识的 来我家里排队合影嘛 大家可能看抖音也看到过 当时真的还挺热闹的 还有几个奶奶就开始在那里排了 还有人好奇 为那几个奶奶 她说奶奶你也是自身的粉丝呀 奶奶说今天排队发粉丝不发鸡蛋呀 我过年回家就很喜欢过年回家赶大吉的这个氛围 大学的时候放假的时候来抽热闹 就板胎卖瓜子啥的 但我就有一个问题 我就爱找人聊天 但也不能干聊呀 旁边正好还有瓜子 就边喝瓜子边聊 聊到最后我说 咱要不买点瓜子边 他说不用了 今天吃的差不多了 过年吧 还要说吉祥话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啥的 真的我最烦的就是啥年 就是老板跟你说恭喜发财 真的很生气 你恭喜啥呀 我发没发财 你心里没点数吗 而且啊 你还恭喜我发财干啥 你不就能让我发财吗 年终奖也不发 在这里硬恭喜呀 真的 有时候啊 我就想说一个事 就是这种能用钱解决的事啊 不一定非得靠真心 每年过经济嘛 走经济 亲戚也多 有些远房经济啊 真的就在家门口说几句 吉祥话 放下礼品就走 有时候就感觉像个送快递的 有时候就打时间差嘛 就是我们到了 他们去了其他亲戚家 我说你们人了 我都到家门口了 他说不在家 礼物放门口就行 说到过年送礼啊 都会提一些牛奶啊 鸡蛋什么的 但也互相会攀比一下 拿牛奶 那就感觉都不是用手拎着 都恨不得用手捧着高高的 我说这不就是普通牛奶吗 这么理解啊 敬酒的时候 酒杯一个比一个端的低 送礼的时候啊 一个比一个端的高 我就不一样 我直接送的是高端 鲜牛奶 育儿鲜活 0.09秒 顺时首先更好喝 因为我知道 与其端的高 不如直接送的高端 所有亲戚都喜欢啊 我就所有亲戚都送 这一碗奶啊 可得端平了 过年回家还是有一个烦恼 就是亲戚长辈啊 会逼你吃东西 一回家 我奶奶啊 就老嫌我吃得少 家里整的磨 三楼的磨 你们也知道 一个这么老的 非得让我吃呀 但我实在吃不下 我奶奶开始说 我说你就不听话吧 你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我说奶奶 我要是听了老人言 我吃磨就在眼前呀 奶奶我跟你说句实话 我这个身体啊 现在吃点亏行 但这个磨 确实吃不下了 我现在过年啊 最烦的就是 亲戚朋友问一些八卦 就说你们那个比赛 有没有黑幕呀 你是不是真的 很喜欢喝酒呀 广志到底有没有女朋友呀 问了这些问题啊 就问了我真生气 因为问了一圈 就没人关心关心我 我都特别想问 我说你们就不想知道 我的八卦吗 请你说 你有啥事 是我们不知道的 你那点事 我们从小看拿大 你以为 你网上那点八卦 都是谁给你传的呀 哎呀 聊了这么久啊 都是一些过年的事 因为我今年啊 确实也没做其他的事 唯一的变化呀 就是从脱口秀大会的 第四名降到了第八名 比赛结束 但总看见我还粉丝 我说 哎呀 这不是效果八卦吗 明年就希望自己 能好好写脱口秀 写出好的脱口秀 争取早日成为 效果大卦 今天一年也快来了 我带着超好好的 鲜牛奶 月鲜活 先祝愿自己 可以创作出 更好的脱口秀 也祝愿各位 可以看到我 更好的脱口秀 谢谢大家 我是志胜 大家好 我是志胜 大家好 很开心来到 咱们这个点桃省心大会 大家也都知道 我今年刚刚研究生毕业 其实我读书的时候 成绩真的还挺好的 因为这跟双十一 其实有很大关系 因为我们学校的奖学金 是十一月十号发 所以双十一 不仅刺激了消费 还刺激了我们学习 就谁拿着奖学金告 从他这个月 收的快递的量 就可以知道 就好学生 天天收快递 就那个一刻 我们才知道 老师的教导 果然是对的 好好学习 一定会有收获的 但是因为你经常学习 付回款的时候 经常会忘了 当初我为什么 要买这个东西 就你都交了订金了 你有感觉真的 你有付违款的 你感觉你付的不是违款 是订金的赎金 对的 要不然不退订金 那个挺好的 而且那些成绩差的 同学借钱的时候 说的都是 您放心 您放心 我这边就周转一下 退货之后 立马还你 而且关键是 毕业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 双十一买到的东西 根本用不到 你又只有拿到 学校的跳蚤市场上去卖 我就感觉 学校的跳蚤市场 才是我双十一的下半场 而且我发现 双十一买的东西 在跳蚤市场 性价比是最高的 有些同学 甚至特意在 双十一进货 去跳蚤市场 清销 关键是 双十一之后 大家都没钱了 整个学校你就发现 都发生了一种 繁祖现象 大家都开始进行 一种古老的 以物易物现象 就那个时候 纸巾都不是纸巾 是一般等价物 它就起到了 纸臂的作用 真的 我有一次啊 真的我有一次 在那卖东西的时候 一个同学 拿着他装饰用的 背壳来给我交换 我都惊呆了 我说你不会是 袁某人吧 他说不是 我是北京人啦 但是我最近发现 网购啊 确实越来越不省心了 你总会担心 它会不会降价 你现在你能发现 现在所有的商品 都会有两个价格 其中价格高的 被一条横线划去 你又感觉这个价格 象征这个商品的 光辉岁月 旁边永远都是一个 历史最低价 每次买完这个东西 你都感觉 自己是历史的幸运儿 但很快你又发现 历史被改写了 现在我就看着 不断变低的价格 我有时候感慨 我说这历史的车轮 转动得是不是有点太快了呀 然后大家也都知道 现在谈恋爱了嘛 谈恋爱了 然后就想送女朋友 一些特别的礼物嘛 然后这个时候 就要去搜索框里 搜 送女朋友的特别礼物 发现这些礼物 真的出来之后 都还真特别 真特别贵 关键是这些贵的礼物 旁边介绍 有的还特别写着 那种挑衅的话 也说 小贵 但她喜欢 但我想 我女朋友肯定不是 那种物质的人 所以她越这么写 我就越不买 我还特别想告诉上家 说我 小气 但她喜欢 我爸妈最近也开始网购了 但是我爸爸特别容易 被一些宣传欺骗 真的我爸只要看到 一些弹窗 说什么 全新电动车 续航百公里 只需9块9 立刻特别激动 点进去就要买 我真的不是怕 她买不到 我怕她真的买到了 我爸50多岁了 骑着9块9的 电动车上街 那真的是正值壮年呀 他真买到了 医保都得搭里边 就我爸最后还是买 因为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他点进去 那个链接 就发现这个9块9的 电动车 价格变成了2999 我爸特别生气 他说这个油费 为什么这么贵 都什么年代了 买东西还不包油 而且我爸现在真的是在网上 特别执着 买一些特别便宜的东西 之前啊 他15块钱买了一条皮裤 穿了一天就开始掉皮了 但那些皮又没有完全掉下来 他就搭了在裤子上 我看到之后 我就想跟我爸说 我说爸 你这个裤子是真皮呀 我说你这个裤子不会是蛇皮吧 都开始退皮了 你这要穿到夏天 这都能变成一条丝袜 真的买这种便宜的东西啊 最大的问题就是太不省心了 我爸就应该多看看点头 就不会买到这么不省心的东西了 而且我今年上节目之后啊 条件也好了一点 大家也都知道 我消费能力提升 开始给我推荐一些贵的东西 我自己有时候也开始浏览一些时尚单品 但我就发现啊 只有淘宝的猜你喜欢 仍然在给我推送十块钱四双的袜子 你就感觉就只有猜你喜欢 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关键是他还真猜中了 我还真的特别喜欢 就是我发现就只有猜你喜欢知道 虽然我已经红了 可我还是那个喜欢穿两块五 一双袜子的三个少年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徐志胜 谢谢大家 我是志胜 最近经常会有人问我一个问题 说志胜 你为什么总是看起来这么快乐 我说可能就是因为我笑起来 特别夸张嘛 我这样都只是我在微笑 就是我在那站着不动 都会有人过来问我 说志胜 你在这热啥了 我真的就是傻了 因为我小时候家庭条件也不好 我家是22岁 才装的空调 夏天真的很热 你也没什么办法 你去游泳 水深 在外面 火热 有一次给几个伙伴在外边 热得受不了了 我就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我说这么热 咱们不如就跑起来 跑起来就有风 有风不就凉快了吗 真的 大家听了可兴奋了 跑得可快了 跑起来是真凉快 但停下来是真热呀 所以就得一直跑 有个小孩都热梦了 给我说说志胜 我头疼 我是不是中暑了 我说不 你应该是着凉了 我一直以为 我们越跑越热 是因为跑得还不够快 直到上了高中 我才明白 这个动能 转化的风能 它就是要产生热的呀 越跑越凉 它都不符合 能量守候定律 你一旦听说之后 跟我说说志胜啊 你就是傻 你就应该在那别动 让别人围着你跑 真的 我听完 我说还是你见过电风扇啊 能想出来这么缺德的主意 我再仔细想了想 我说这不就是 我给他打工的现状吗 我们努力奔跑 李旦生活美好 我们跑了五年 李旦匡匡数钱 我们跑得拼了命 李旦说 今天晚上喝得不尽心啊 关键是他还在那儿啊 跑得快地拍个灯 跑不动地换个人 这是什么能量守候 把我们的动能 全转化成他的无能 有人就问说 志胜 你们老这么跑 身体受得了吗 我说没事 幸好我们有 经典超绿牛奶 六克原生高蛋白 一瓶牛奶 两倍营养 喝完还能接着跑 但我还是挺珍惜的 我这个普通话 能念商务 已经很不容易了 真的 就给大家聊聊我的普通话 就我这个普通话 这么不好 要追逐到我的小学 小学 因为我的小学运营老师 他不是正规的 师范学校毕业 他是在我们小学毕业 然后就留校任教了 所以他自己也没有学过评评 他教我们评评 全是靠着自己的理解教 他在教我们这个 平翘舌的时候 就是这个 支持师和支持师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说 来来来 同学们同学们 我们今天啊 来学习一下这个 翘舍影 学习这个翘舍影啊 你首先要把这个 石头卷起来 就把这个石头卷起来 才能发生个 翘舍影 而且我们老师 他只要把石头卷起来 轻易就不会放下来 真的 我虽然普通话不好 但我大学 是辩论队的 那个时候每个 就是在学院里嘛 当时是每个班都要 组一个辩论队 最少四个人 我班报名三个人 班长应邀我去参加 我说你疯了 我这么说话 你们都听不清楚 还辩论了 他说对啊 这时候你想 我们听不清楚 是不是对方也听不清楚 然后我当时第一次辩论 我是二辩 普通话贼不好 但我声音贼大 气势贼足 就给对方一种感觉 就是他说的 好像很有道理 但就是听不清 他说了啥 你的对方二辩 只能站起来说 说对方二辩 请你站起来再说一遍 我说二辩 我是二辩 不说一遍 真的我很怀念 以前没有空调 说着不标准普通话的日子 现在的日子 我也很珍惜 真的快乐 其实真的很简单 但普通话太难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是智盛 最近我老出去录节目 真的很受挫 因为唱歌 跳舞 各种乐器 我也都不会 别的节目都急了 这事 你除了脱口秀 还会啥 你看人家其他节目 都各种声光电 在台上多耀眼 我说 你要是想要声光电的话 我还会电汗 我这个节目 比他们耀眼多了 你都睁不开眼 我从小学电汗 是因为我爸 想通过这个事 反向鼓励我好好学习 结果没想到 我天赋这么强 十岁就会焊铁锹了 村里都轰弄了 都出去传 说我们那 出了个电汗神童 真的 都有人来看我 焊铁锹 看完还夸朗 说这孩子 还真是个 吃苦的好苗子 然后我自从 学会干电汗之后 我爸就老让我 帮他干活 暑假 寒假 周末 边干玩边说 我说你不好学习 就只能干这个 我说爸 我想好好学习 我没时间呀 而且也没时间学才艺 整天干电汗 就过年的时候 我表哥在那里表演双截棍 把我气得呀 偷偷地把他的双截棍 焊成了棍 我是没想到这个贵打人也这么疼呀 我在娱乐圈就一直没有找到电汗的用武之地 因为现在的节目都是什么蒙面歌王 蒙面舞王 我就不明白了 你唱个歌跳个舞 你蒙面干啥呀 电汗才用蒙面呀 我能想到唯一的用处就是你们的CPBE了 我能给他们汗上 所以我真的 我进入这一行真的就误打误撞 我家里也不是按这个方向培养的呀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 我是个真正的种地霸少年 就现在很多少年真的不理解种地这个事 前段时间一个少年问我说 志胜哥你会打农药吗 他其实说的是王者荣耀 我哪知道 我说我会打 从小就打 他说你一般打什么位置 我说我打什么位置 主要取决于哪里有虫 他也听明白了 说原来你喜欢打野呀 而且回家 老家人也不理解我现在的生活 真的我过年回家 亲戚跟我说 志胜 在村里给你接了个火 去咱们村养鸡场直播 跟我说说你去养鸡场直播 啥也不用干 你就追着鸡跑 你让大家看看 咱这都是走地鸡 还说我给你说啊 这个直播间的名字我都想好了 叫乘胜追鸡 我都疯了 我说你要是光追鸡的话 你是不是放条狗就行呀 除了在农村里养成这些技能之外 我在大学还学会了修电动车 因为我那个时候花二百八 买了一个电动车 就那个电动车破的呀 就是你给电 它不光往前走 它还一直在那抖 就你坐一会儿 你身子都麻 有一次一个女孩坐了一次 跟我说说志胜 你这个电动车是不是漏电呀 真的 我第一次坐电动车 晕车 哎呀真的 关键是这个电动车啊 它还老坏 就有时候骑到半路车就坏了 我还得停下来修车 真的有时候修得吃热了 路过的同学都惊讶 说这个同学到底什么专业的 他怎么也不学习光修车呀 真的 所以《众地霸少年》这种节目真挺好的 我就希望 以后能多出点这种节目 什么蒙面汉将 拜托了电动车 养猪秀大会 我昨天是在节目上最闪耀的那个 谢谢大家 哎呀 大家好 我是志胜 真的啊 真的太坏了 太坏了 大众太坏了 我这女朋友一来 诱过安排练钟 还说我是魏忠贤 对我女朋友的打击 是一个比一个大呀 真的 我就是真的就挺喜欢交朋友的 属于和谁都能聊 他们让我去招待鸟鸟啊 就是坏 想看我和鸟鸟尴尬 结果没想到 鸟鸟和我在一起 话可多了 人设都快聊崩了 鸟鸟和我在一起 就是效果百灵鸟 我前一段时间啊 其实也去录了桃花雾 但是正好 错过了那尴尬的九分钟 收获了快乐的一生 真的我去的时候 节目还没播 但大家对我都很友好 我在那里还感慨 我说最后悔 没有早点来啊 旁边还有人说 你早点来 是最后悔啊 我当时是真不明白 然后节目就播了 就是后怕 但是在庆幸之余 又有点遗憾 就老想找一下刺激 我就想说 为了欢迎我 不办个篝火晚会啊 我节目都准备好了 而且我 我之所以显得比较色牛 是因为我聊天的声音特别大 话还特别多 所以大家跟我聊天的时候 就显得特别累 有一次我跟另外两个人 在那聊天 聊着聊着 他俩在我左右 忽然互换了一个位置 我都懵了 他俩还给我解释 说感觉靠近 你的这边的耳啊 已经听力下降了 我听完也很贴心 我说你早说呀 你俩别动 我围着你俩说 但色牛有一个问题啊 就你色牛久了 回家之后 你就特别容易感到孤独 就我自己回家之后 我就经常会在那里喊 你知道吗 就在那里 啊 真的有一次啊 邻居遛狗的时候 碰见我了 跟我说 说你家的狗呀 没事也得遛 说要不就是会在家里乱叫 我说 我这不出来散步了吗 聊聊拍马屁吧 聊聊拍马屁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拍马屁这个形象 这么深入人心了 就是现在领导 没事都夸我 说自身的马屁 拍的是最好的 最用心的 最与众不同的 有时候夸得 我也挺不好意思 我说领导 你快别说了 哪是我拍的好呀 都是您领导的好 哪是拍马屁呀 就是说点真心话罢了 不过这也导致了一个事 就是现在领导 心情不好了 就来我面前晃悠 也不说话 但我多懂啊 上去就是一顿猛派 领导很开心 摇摇尾巴走了 很多人就好奇啊 说拍马屁都很招人烦 为他至少你不招人烦 因为那些烦我的人 我也拍 越烦我越拍 拍他个刚正不恶 拍他个饥饿如草 而且关键啊 关键可能就是 我就是单纯的拍马屁 只拍马屁 不谈条件 就好像微信拍一拍一样 就是徐志胜拍了拍 您的马屁 然后走开了 留下一脸懵 且享受的领导 而且啊 我是谁都拍 就是不光领导 从我面前路过的人 我都想拍他 见谁拍谁 就是监控拍人 都有个盲区 我拍马屁没有 从我面前见面 我就拍他个出眉见细 拍他个呼呼声微 拍他个好人一生平安 就像下来 咱们自己拍上一个人 真好 对 但现在啊 我要做一个真诚的人了 只说真诚的话 因为海天好友 积极平真的好 想用多少 煮多少 超鲜 超方便 你看啊 产品好 你说真话 也像拍马屁 所以我啊 真的不是拍马屁 就是大家优秀罢了 谢谢大家 啊